社会消息来看了在高雄市这一名偷鞋贼来到了牙医诊所外 鬼鬼祟祟的四处张望 再到鞋柜偷拿了一双女鞋 还以踢鞋的方式一路踢到大马路 以为没有人注意就把鞋子给偷走了 不过这样的诡异行径也让员工很担心 也不懂他为什么要偷一双旧女鞋 穿着橘色羽绒外套的男子骑着机车来到诊所前 现在车上观望一分钟 接着鬼鬼祟祟来到鞋柜边 低头瞧瞧拿出一双白鞋放到侧边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我已经有看到他了 然后他完全没有像平常小偷 好像就是偷了马上要跑 他就是很从容的做他的偷窃行为 男子用脚踢鞋子一路踢踢踢 过程中边踢边张望 看到路人经过一度停下脚步 在穿着没人注意时 把鞋子踢到大马路下手心切 而且那双鞋子还蛮旧的 已经穿了那个女生他已经穿一学期都没有洗 高雄市一间亚裔诊所日前发现偷鞋贼 这名小偷行窃前在诊所外观望一段时间 让护士误以为是要上门的病患 没想到鞋柜的女鞋竟然不翼而飞 调阅监士气一看才发现男子怪异的心境 奇怪的是男子偷的鞋子是脏脏旧旧的女鞋 让员工怀疑男子的偷鞋动机似乎不单纯 当然会担心啊 因为他也有网诊所里面张望 对啊 所以还蛮担心的 担心男子别有用意 店家人心惶惶 现在公开监视器就是希望民众帮忙指认 尽快让这名大胆的踢鞋小偷早日落网 今天是新闻期间陈文杰高雄报道